Hello 大家好,我是Ivan 来到5仔这个channel 跟大家分享一些理财、财经的资讯 我们呢,广东人有一句话是什么? 中中值、中衰、黑 哎呀,不能说的 哎呀,现在内地有间公司 如果他懂得广东话 一定不改这个名字 叫中值集团 他们是很多中国影子银行巨头 中值集团有机会 现在正在申请破产 是不是有机会 直接跟法院说了破产 现在陷入债务危机 死火了,多少钱? 37,000多亿 哇,绝对比恒大更厉害 那些人呢,说 哇,这麽大的银 那麽大的big pen怎够呢? 哎呀 原来高峰时 在管理中,超过1万亿的资产 最后现在人们说有3万7千多亿 他在控制公司 绝对加起来资产 因为呢 因为他们出了名 是一个有钱人的俱乐部 哇,这个名字呢 令到很多人 没有300万都放不下去 那变成呢 个个都扔掉所有资产 死火了 那今次呢,这麽大件事 涉及到5000间的企业 很厉害 你说恒大拖拖下 都拖拖了几年 现在 哎呀 今次一弄到 真是会不会连环爆煩呢? 是有私以来历史上最大的爆煩案 今集的浪漫非常丰富 希望大家赞like,subscribe及share 五仔这个频道 支持小席的新书 三十人八十個都不同投資理財退休的秘笈 如果你想輕鬆早點退休收息的話 儘管看我這本新書 希望大家支持小弟,多謝大家 好了,想問大家平時有錢放在哪裏? 當然是放在銀行 但剛才這一年,不知道大家知不知 其實很多類銀行公司 很多人都沒有放錢進去 為甚麼?就放了進去 有些就放在中國的影子巨頭 就像這間中籍集團 絕對是非常大的公司 在說幾千億 現在這間中籍集團 申請破產 北京人民法院 已經製作了一個民事裁定書 債務人中籍集團 已不能清還到期的債務 資不抵債 一定要清盤 很明顯是沒有錢還 現在只剩下多少錢? 原來現在流動資金 只剩下一百八十一萬 你會不會放錢進一間 只剩下一百八十一萬的公司呢? 連工資都給不到 是不是? 民事裁定書都說 他們嚴重資金不足 所以如果你看過一千個收息理由 你就很明白 買債券呢? 即使你借錢給別人 一定要看到那間公司 現金流很重要 你一定不會投資這些公司 對不對? 如果你真的要投資 你真的要查清楚 他的家底 究竟他本身會否知而不得而債? 這個很重要很重要 這間中籍集團 中籍破產是有私利 內地最大規模的破產案 已經在脆弱的中國 消費 或者投資的信心 帶來一個很大的壓力 基本上 現在你知道 房地產又低迷 內需又一般的 絕對令很多人心驚膽跳 不要緊 有中國支持我們不怕 是不是? 阿爺一定支持 但這次真的不支持 為什麼? 你為何恆大搞一搞 如果不支持 300萬家屋 都要倒塌 交不到樓就慘了 這次 他認識民事並行 一邊清算一邊令其下的公司破產 很多公司涉及到 其實這間中籍集團 幾個月前已經申請破產 這間貸款巨頭 其實一間信託公司未能償還 高收益的投資產品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他的高收益的投資產品是多少 最少都入場門檻 300萬還要 回報很厲害 8L到10多里 對於內地 定存1、2L的人來說 十多里 當然是吸引 但這次 令到很多人 拿不回錢 首次引發了什麼呢? 金融市場很擔憂 就是上年11月 給投資者一封信中說 債務高達4200億到4600億 而他的資產 那一刻他說 只剩下2000億 但現在呢 知道現在原來 錢貸款 只剩下180萬 慘了 其實他那些東西 賣出去 還不到賣到幾百億 但基本上 現在 嚴重之不抵債 北京公安局 潮人分局對外公佈 中夕系所屬的財富公司 一定要立案調查 暴露了這次有20多億 表面上有20多億 規模的信托公司 存在漏洞 好厲害 原來他是排全中國 第3、第4 第4名都是他 因為他在大唐投資 恆安投資 很多這些 基本上都是隸屬他的 很多人都相信 這些公司 大家不知道 大家知道大陸最大的 這些什麼財富 投資公司哪家 洛瓦 洛瓦暫時沒事的 但是人們都害怕的 是不是 唉 我心想 內地都不是第一次 那些信托公司出事的 但真的沒有想到 今次這間這麼大 震撼力 絕對比美恆大 恆大說要保交流 保障小散戶 小商家 什麼都好 但現在這間 全部都是有錢人的俱樂部 雖然影響力 未至於 一般平民 但是 這群100萬人 總共100萬個客戶 全部都是有錢人的 有頭有面的 這涉及到十多間上市公司 隨時 2300億 包括下面有5000間的小企業 都是他有份投資 最大那間是50億的資產 所以普普通通這些公司 有什麼事上來呢 絕對是 影響到很大的 很多人的生計 很多人的投資的錢 中夕集團的網頁 幫助富裕家庭 企業提供的投資產品 很多的 聽聞都是生物科技 大數據 大消費 很多 你都不知道投資什麼 透明度一定不是公開和清晰 但是 很多人放錢 到現在 都真是危險 隨時拿不出來 基本上 現在 有些分析師 內地的分析師 就告訴華爾街日報 一定有機會連鎖反應 為什麼 因為內地的投資者 情緒可能變得更糟糕 特別是對於富裕的投資者 隨時其他 影子銀行機構都可能會仿效 一說不起就不如破產 大家都害怕 所以內地有一句名言 土豪就死在信託 中產就死在股票 窮人就死在之前的P2P 那些詐騙 那些 真的真慘了 全人拿錢出來 待著透露 看看有沒有那些轉機 貨物 比鹹水海難 spending 真是咸 Morrison 真是中敷 中適 餘 真是 obtaining 我經常他們說 投資都需要非常保守和小心 對吧 經常都說只有海內空衣 貪行的策略是怎樣? 安全的,例如買一層樓自己自住 有些東西收租、收利息 不要太貪心 就算你買債券也要知道 公司的上付能力 有沒有錢還 本身資產負債表是怎樣? 他們的 cash flow是怎樣? 你就不會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風險 我不是說完全風險不去承擔 海獄空三軍,空軍投資少少高風險的東西 找回1-2%回報是無所謂的 但你真的佔你身家不超過百分之一 這些事情令很多人都非常失望 根據上海兩高律師事務所 分析指中值投資者經濟損失超過75% 基本上整個審裁、訴訟的時間 非常漫長 會令到很多人的錢還沒那麼快回到本 中值投資者可能只收回13%的本金 100元 不見八十多元 彭博社也有報道過 基本上現在中值的流動性枯竭 剛才說過,剩下181萬的現金 出糧也不夠出 所以現在 樓房又持續下滑 這幾年經濟不好 令到很多中值的投資收不到錢 反貪令到很多政策非常謹慎 所以中值一半以上的房產、資產 都是與這些有關 變成要取回來 不是那麼容易 而為何今次會死的呢 今次中值集團會破產最大最大的導火線 一定是房地產 房地產就像恆大那些 基本上是資不抵債 尤其是中值其他 中融國際信託公司 一直都開發這些房地產 亦都搶購恆大房地產公司的資產 這幾年陷入困境 兩年之間 20個月的銷售量都是下跌的 沒辦法了 基本上 賣不出 賣不出現 賣不出現 賣不出現就沒有錢 賣不出現就真是財困 內地施銳集團的首席 經濟學家洪浩也說了 他說現在的銷售速度 最少要兩年時間才能賣出新房的存款 不用說了 香港的新的樓房都還未賣出 未能賣出 未來四萬個單位 最少兩年平均都要十年才能賣出現時的公寓 所以要套得一延 真的要搞得如何都不容易 何況現在破產 拍賣一些東西 可能打七折賣出去 基本上這個債務危機 是基本上不能避免的 其實對很多人來說 包括彭博社引述的知情人士說 在同一個月 中共當局已經要求內地最大的兩家金融公司 進行數寶調查 又查中融國際的數寶 這些都可能北京是否要牽頭救這些公司 很多人都是非常關心的 十月底內地每五年一次的金融工作會議 都說要強調要防回金融風險 嚴厲打擊非法金融活動 所以這次真的非常之猛 令到這些公司真的隨時爆雷 基本上中籍集團經歷災難性的一年 引發了很多人都說 世界上第二大的經濟體 看看會不會有雷曼時刻的發生呢 暫時我自己覺得都是一些有錢人 就不是涉及到全國的房地產 又未至於的 沒有什麼的 但是張籍集團這麽大的影子銀行 這些公司 又涉及到房地產一點點 又有股票又有債券又有大宗商品 基本上很多人的錢都放進去 你說一波連一波 有可能大家也要看清楚 始終這公司1995年至今 這麽多行業亦有抗業亦有製造業 本身這個老闆 他很厲害 什麼起家 做些木材 做些紙責用品 那些起家 哇 可以一賺錢立即不斷的槓槓槓槓 哇 即管我們大家放場商 看看究竟有沒有這麽事情 但是我覺得 如果影響得大 中國一定會救 想方法 起碼就說 很多內地的銀行 都說會被要求去救 當然這個雪球這麽大 是否真的救到呢 大家都一定要拭目以待 但是我始終覺得 投資大家都要小心謹慎 不要亂走去放些錢 是一些不知名 或者比較高風險的東西 就算別人說得多完美 因為他們一整萬個銀行市 中夕集團 說得這麽厲害 因為銀行市很厲害 但是你都要提清看錯 究竟最後投資是什麽 何時拿回本 如何去保護自己的資產 很重要 如果想知道更多 如何去投資 如何去什麼 可以參考本書 一千個收息率 有很多不同投資理財的秘笈 還有三歲年八十 你就知道 原來理財就不是假手於別人 給錢人家就搞定 一定要自己親力親為 不要 每次都想著 別人幫你手就搞定了 一定要查清查楚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分享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更多 不和理財投資東西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